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 PayPal公民新聞報 雲林的水牛安養中心 負責人林家良 因不捨心情幫忙耕種的水牛 退休後只能面臨被宰殺的命運 因而設立安養中心 讓退役的水牛 有一個遺養天年的去處 雲林土庫馬光 40歲青龍林家良 2014年返鄉 一個偶然的機緣 開啟了收養老牛的旅程 經過四年的努力圓夢 2022年5月13日 正式啟用雲林首座水牛安養中心 因為老人要退休了 他們沒有辦法再去養 早期農業時代 很多的牛 為了人類去耕種一輩子 最後他往往就是被人家去宰殺 為讓更多年脈水牛得以安養天年 林家良靠著種植稻米 販售自然農法回香米 為年脈水牛 營造一個可以自由生活中老的地方 早期林家良將收容的老牛養在家中 他已陪伴兩頭水牛走完人生最後一里路 安養中心也是養著雲林虎尾鎮的最後一頭水牛 這一頭是我們今年8月12號從湖尾雲林縣湖尾鎮最後一頭水牛 他送過來 送過來之後雲林縣的湖尾鎮就沒有任何的事 林家良結合食農教育 為家鄉小朋友舉辦社區小旅行的活動 而在水牛安養中心裡 有一位特別的新住民小白鵝BB 他的主人幼生不捨從小養到大的小白鵝被宰殺 因此送到安養中心與水牛作伴 小白鵝也在這裡交到了好朋友 媽媽早上要養孤小孩來做通沐 因為太貴所以就只買一百塊的魚仔鎮來送他 經過早午花羽到中冬冬 魚仔終於大小路 感情會越來越高 我們小時候要養孤大學的感情不敢吃下去 有時候聽說他的蠟子在那裡變成倒町的蠟子 白色就背不著 艱苦又減不甘 好你才知道 透過他做激光的水油安養重心的富家人 林家龍先生 接著這隻白蠟子 搬來這個大大堂 總是新住民 經常水油進來這裡吃飽 好你才知道 蠟子剛才有一隻叫做安心的水油 可以接蠻味 為伴牌照顧牠 牠很大隻 牠會不會走不會過牠 所以牠不可以撞出來 白蠟子的味道 有水油安心的水油 有時候可以放心去踏車